最近有观众举报称在南宁的一些网吧里经常有未成年人进入 而有些网吧为了招揽生意 竟然在电脑里下载黄色影片供小学生观看 南宁工商部门接到举报后迅速出击 来看记者的报道 记者跟随着便宜民警来到了南宁平子村一条巷子 民警指出这里有一家黑网吧 没有门牌没有房号 大门紧闭与周边的民房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孩子们是怎么轻而易举找到他的呢 原来楼房大门拉手上的这根红丝带就是一个暗号 不过这个暗号暴露了他的身份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 孩子们仍然若无其事 继续在网上聊Q或者是玩游戏 而让人更加意外的是 这些电脑里头还可以观看黄色影片 民警现场询问了解到网吧的收费是一小时一块五 对于小学生有很大吸引力 他们中午放学就直奔网吧 甚至有人逃课上网影响恶劣 因为网吧老板不能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合法征照 工商部门依法清场 并且查扣了现场电脑